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还是静坐归房 耐心等待着男人上门求爱 虽然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 女人也越来越大胆 可大多数时候还是男人在主动 女人倒追的情况少之又少 都说物以稀为贵 正是因为让女人倒追不容易 男人反而更期待被倒追 再者说男人一个人努力久了太累 他们也想停下来 换女人去努力 对于男人来说 能被女人倒追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 因为这能证明自己的魅力 可真要让女人倒追 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女人眼光越来越高 择偶标准一变再变 恋爱门槛越抬越高 如果男人不是万分优秀 恐怕是不会让女人主动迈出第一步的 男人想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就得有匹配虚荣的条件 男人想让女人倒追 就得有让女人倒追的资本 古话说得好 有智者 是净成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就看你自己够不够努力了 想让女人倒追 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好好去做的 张开祥每次提起自己的感情 他都非常自豪 因为是女友 王若兰倒追的他 而且 两人在一起后 王若兰一直对他死心塌地 朋友们都很羡慕张开祥 经常起趟吃饭 向他取经 张开祥也不吝啬 非常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他说让女人倒追的妙招 只做好这四件事 一 注重自己的外表 张开祥长得并不帅 但是他穿衣特别有型 穿着打扮好像是电视剧里的欧巴一样 总能吸引到女人的关注 但其实早在三年前 他压根就没关注过自己的外表 可以说是一双拖鞋闯天下 只要穿着舒服 帅不帅都不重要 后来他才知道 外表是吸引女人的关键 只有注重外表才更有胜算 都说 人靠衣装 马靠鞍 只要穿着打扮得体了 就算长得不帅 也照样能够让女人清新 张开祥就是靠着这一点 才心仪到王若兰的关注 很多男人对打扮没有概念 总觉得打扮是女人才做的事情 但其实女人也该打扮自己 那些男明星能得到女人的吹捧 就是靠着包装和打扮 想让女人倒追 男人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注重自己的外表 好好打扮自己的 女人也是视觉动物 男人的外表魅力十足 他慢慢也就动心了 提升自己的内在 张开祥说 外表虽然不容忽视 但内在更重要 男人的外表只起到了吸引作用 内在才是抓住女人心的关键 他在工作之余 还看了很多书 学了很多东西 他说 人是要不断成长的 只有让自己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优秀 才不怕被有女人倒追 王若兰能鼓起勇气倒追她 就是因为被她的内在折服 如果她内在不够美好 外表装扮得再帅气 王若兰也不会多看她一眼 能让女人倒追的男人 内在不会太差 如果你想得到女人的芳心 就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 只有让自己内外兼修 幸福才会到来 三 注重自己的事业 社会是现实的 每个女人都想过上好日子 如果男人没有能力让女人过好 女人就不会轻易把爱给你 张开祥虽然知道王若兰很爱她 但她也经常会想 如果自己的事业不成功 如果自己没办法满足王若兰的物质需求 两人恐怕就不会有开始 张开祥说 不管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家人 男人都该努力奋斗自己的事业 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 才是女人眼里的香薄薄 男人有好事业 就相当于在身上镀了一层金 不仅能让自己过上好生活 还能吸引到女人 让女人忍不住要倒追 四 了解女人的心思 很多男人不懂女人心 所以就算感情摆在面前了 男人也察觉不到 以前张开祥就是这样 后来经历过几段恋情后 他才慢慢总结经验 多多少少了解了女人的心思 当初王若兰开始主动约她吃饭时 他就知道王若兰对她动了心 他看准了机会 努力去实现自己 这才牢牢抓住了王若兰的心 如果她不懂女人心思 就没办法在第一时间 感知到女人的爱意 也就很可能错过绝佳的机会 所以说 了解女人的心思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男女之间的思维差异 很容易让彼此产生误会 从而错过良缘 男人只有读懂女人的心思 并结合女人心思做出应对 才能让女人倒追 总结语 能让女人倒追的男人 个人条件不会太差 男人想让女人倒追 就得做好这四件事 以此来提升自己 彰显自己的魅力 女人虽然也很注重外表 但他们更在意男人的内在和品行 你只要不断散发自己的魅力 不断展现自己的优势 才能俘获女人芳心 让女人倒追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掌握了妙招 再难的事情也能得以实现 男人要记住 让女人倒追的妙招 做好这四件事 以越优秀 感情就越美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